大家好,我是阿剑,做一个温暖的厨师,历分后要多吃韭菜,韭菜被称为春天第一鲜,今天就用韭菜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自从学会这个做法,我家隔三差五做一次,出锅外酥里嫩,家里带着孩子抢着吃,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小把韭菜,韭菜是我国传统蔬菜,韭菜性温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新香味,能增进食欲,增强消化,韭菜还是中医常用的药材,具有补肾壮阳的功效,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给家里的老公多吃一些 摘好的韭菜,给它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一根一根的清洗,特别是韭菜叶缝中,容易藏泥沙杂质,一定要仔细的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给它控水捞出,再放在菜板上,切去一点根部不要,然后再给它切成韭菜花,也不需要切得太脆,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全部切好后,放入大碗中,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油,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让韭菜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食用油,这样能形成一层油膜,防止韭菜出水分 搅拌均匀后,放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一根去皮洗干净的胡萝卜,先给它切成薄片,再切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胡萝卜丁,切好,放入韭菜的碗中,再来准备两根小葱,给它切成长段,两块生姜,用刀给它拍扁,切好,放入碗中,接着往里面加入两个八角, 和十八根花椒,倒入适量的开水,激发出实在的香味 稍微放凉以后,我们再下手,给它抓紧出葱姜汁 然后再用漏勺,把葱姜,八角,花椒给它过滤出来 初点的葱姜水,先放一旁备用,接着再来准备300克的猪肉 最好显着这种三肥七瘦的,这样做出来,更加的油润好吃,先给它切成小块 像这个猪皮,我们就留起来,做猪皮粽,切好之后,我们再给它剁成肉末 家里有搅肉鸡的,也可以用搅肉鸡,给它搅成肉末 切记不要剁得太碎了,像这样稍微有点颗粒感就可以 剁好,放入碗中,接着来我们调一下味 下一小勺食盐,一勺胡椒粉,一勺生抽,适量的蚝油 再加入30克左右的葱姜水,戴上一次性手套 把肉馅抓拌均匀,使肉馅充分的吸收料汁 把肉馅抓至上筋,像这样有点粘稠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处理好之后,再把肉馅放入韭菜胡萝卜中,抓拌均匀 让食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阿剑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分享更多的家常菜 主页已经更新了一千多段美食视频 如果有一道菜是你所学会的 请记得给阿剑点个赞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 像这样,我们的韭菜肉馅就调好了 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一些这样的馋饮豆腐皮 这种豆腐皮非常的薄 取一张放在菜板上 再取多一点的肉馅放在豆皮上 用勺子给它平铺均匀,整理平整 像这样,整张豆腐皮表面都铺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整理好之后,再像我这样卷起来 尽量的给它卷紧实一些 这样做出来,口感更加的好 像这样,一个韭菜肉卷的生胚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肉馅全部给它做好 做好以后,装入盘中 放入蒸锅 扣上锅盖,水开上汽,蒸12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 哇,一股韭菜混合着鲜肉的香味 铺皮而来 将它取出来,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长段 像这样,切好后 我们也可以直接吃清淡又鲜美 如果喜欢吃香的,咱们也可以给它煎一下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韭菜肉卷一个一个下入锅中 小火慢慢的煎 刚下入锅中时,不要着急给它翻动 先把底部煎至定型 在煎至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给它勤翻面 防止烧焦 上下左右都给它煎一下 煎至发面金黄焦香 就可以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像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韭菜 虎皮肉卷就做好了 色泽又人,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吃起来外焦里嫩 咬上一口,一股浓浓的韭菜香味 特别的好吃又过瘾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 8颗牙齿晒太阳 8颗牙齿晒太阳 咱们下期视频 下面进去 告词